欢迎收听新视各厅新闻,我是嘉辉。 5月23日,中共开始在台湾周围展开大规模演习,对台湾进行恐吓。 中共军方5月24日说,演习目的是为了倒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联合夺权,联合打击,要域占领能力。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撤委员会两党领袖23日发声明指出,中共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是不可以接受,这个举动只会令美国更加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台湾自我防卫,压制中共威胁的行为。 虽然中共这次为期两日的军演已经结束,但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看穿中共的一切挑衅、扩张行为,都是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破坏国际秩序,挑战美国,称霸世界。 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5月24日表示,其实,中共每日都在国际上搞战狼外交,霸权政治,网图将那一套推广到全世界,进行渗透和扩张。 5月17日,美国前国家安全局高级情报分析师与反间谍官员辛德勒在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杂窄下面具,北京暴君用12年破坏中国形象》的研究报告, 浅述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过去12年中怎样倒行逆施,破坏中国形象的事。 在这篇报告中指出,现在的党魁是一个切头切尾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中共党魁,任内以巩固中共的统治为特色。 在习的领导下,中共的权威更加严厉,对内部意义的用引导给中共专制政权创始人毛泽东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的党魁在几乎完全控制中国的十几年中,已经打破了外界的幻想,不再认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是可以被视为未来的合作伙伴。 中共与俄罗斯,伊朗与朝鲜等世界上的流氓政权结盟,已经脱离了现在面对的法治自由民主国家,中共的习视政权已经成为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大的威胁,是西方国家和价值观不可调和的敌人,而习近平当然应对此负责。 由于这篇报告出于顶级情报人员之手,基于事实对习近平进行客观分析,被认为是预金为止西方对习近平最坚决,最透切的研究报告。 这篇报告否定了西方主流媒体认为习近平是渐渐走上独裁道路的判断,而是指出习近平是从一开始就反西方,而且,对习近平不抱任何幻想。 今年5月16日,习近平和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普京获得第五个总统任期后,将北京选为他第一个出访地, 感谢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对他给予的各种支持,同时也都需要再从习近平处获得更多的支持, 在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共实施双重打击的时代背景下,联合对抗美国和他的盟友。 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习近平始终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同时,双方的合作在此过程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经济和西方脱欧, 而中共则对俄罗斯能够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在维持战争方面给予了多方支持, 中共的这些行为,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的愤怒。 中俄会谈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讲,将心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加强在贸易、能源、科技等方面的合作。 俄方声称,中共在乌克兰问题上持有客观公正立场, 同时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坚决支持中共所谓实现国家统一的举曹。 中俄联合声明中13次提到美国, 声称美国在世界维护稳定和和平是霸权行径, 针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路基中导系统, 在全球部署反导系统,强化、斩首、打击能力等, 中俄声称彼此将加强配合、应对、 杂责下面具的文章中指出1991年苏联解体后, 美国成为维护世界秩序的主导, 而习近平想要取代美国的地位, 这个是他的全球战略目标。 文章写道, 习近平自201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 带领中国走上了和西方, 特别是美国, 对抗而不是合作的道路。 虽然中共预金一直不愿和西方进行公开战争, 但他更喜欢搞间谍活动, 大规模黑客攻击, 以及政治影响行动等更容易否认的行为。 2012年执政初期, 习近平一度显示出似乎开明的一面, 然而他的马列元教旨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这一点, 从他作为储君出访时的一段讲话可见一般。 2009年2月11日, 作为中共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墨西哥, 在会见当地华侨时, 习近平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做的外国人, 对我们指手画脚。 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在网上说, 这句话令他们倍感兴奋, 好久没听到如此直白直接的声音。 大掌中国人的志气, 大灭外国人的威风, 习近平的硬气, 继承了毛泽东对西方的骨气。 中共多家媒体也都做了报道, 官媒新华网上的一篇博客文章题目是, 太痛快了, 习近平和批有些吃饱没事做的外国人。 然而, 习近平的偏激言论和中共改革开放的形象不太合拍, 令国际社会错愕, 并引起特别关注。 同时, 国际社会也都意识到, 习近平选在美国的后院墨西哥指摘指手画脚的外国人, 针对美国的意味极浓。 回首往事, 习近平似乎当时就已经脱下了面具, 显露出真实一面, 而今天, 国际社会先清楚看到, 习近平已经不再掩饰 他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并和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一起挑战美国, 破坏国际秩序和规则。 习近平认为, 习近平的特质, 司令就决定了他的行为,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政治逻辑, 违背了基本人性, 导致天怒人缘。 以上节目内容, 取材自大纪元记者程公, 您深採访报道。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经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